怨言与懒散的后果 有一次 波斯尼王率领大军 经过佛陀讲经说法的道场 听到一位出家师父 诵经的声音特别好听 他就下马向佛陀顶礼 并且向佛陀问说 假如您能够请那位 诵经的师父出来 让我们相会面 我愿意布施十万文钱 佛陀回答说 你应当先布施十万文钱 然后才可以请那 诵经的师父出来和你见面 否则 等你看到那位师父以后 你就一定不会出钱了 波斯尼王听了佛陀这么说 只好先布施了十万文钱 供养僧宝 可是当他见到那位师父的相貌以后 心里觉得很后悔 没有想到声音清脆洪亮的那位师父 居然个子长得这么矮小 而且面貌很不好看 他问佛陀这是什么缘故呢 佛陀告诉他说 从前加与佛陀远吉以后 有一位国王发愿为加业佛盖一座很大的塔庙 当时国王命令四位大臣来监工 其中有一位大臣工作态度非常懒散 国王因此责备他 那位大臣就很气愤地说 这座塔太大了 要盖到何时才能完工呢 等到整座塔庙完工后 他因为看到塔尖盖得很庄严 就欢喜布施了一个宝灵 将他挂在塔尖上 由于他工作时 态度懒散又随便发愿言 所以五百事中 身材都很矮小 但也因为他布施了一个 同灵挂在宝尖上 所以五百事中 声音都非常洪亮 而且悦耳 这是在《咸鱼因缘经》上记载的故事 可见我们想要生生世世 保有庄严的色身 就不可以随便批评别人 所做的任何善事 也不可稍遇不如一事 就唠唠叨叨地口出怨言 以免自食其果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常追逐六成 造作了种种善恶业 故感召种种不同的苦乐果报 例如有人很有钱 可是嘴巴却长得很难看 这是因为他前身 虽然布施修福 可是常犯口业的过错 或常说 不堪入耳的脏话所致 佛陀告诉我们 除了不可以说 粗鲁和损人的话语之外 甚至连憎恨的念头也不可有 因为心里一有称恨和怨气 就会起烦恼 而使得身心不自在 以致影响到人际关系 所以古人说 没有憎恨的清静心 才是完美和永恒的 常言道 面上无称是供养 口里无称 出庙香 心内无称 无价宝 不生不灭 是珍藏 感谢您的聆听 也感谢您的分享及订阅 感谢您的水喜功德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